玉春也发新书了 这对于玉米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当然让玉米们更加兴奋的是 在这本名叫《我的音乐地图》的书中 不仅有春春游历五个城市的照片 还记载了她对生活的一些感悟 有玉米的地方 春春当然也不用担心有关人气的问题了 比如说一中天啊 那大家很自然而然的 就会把你和他们的人气来做比较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 会不会担心自己被这样PK下去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相提并论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专业的写书的 只是说这本书呢 结合了我的一些语片 然后把一些 背后的一些音乐的故事 然后大家不知道的请建给大家 前不久 李玉春受要为中国红十字会演唱主题曲 和你一样 能为慈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春春当然很高兴 最近某网络极型票选 征集奥运火炬手 称称是名列第一 他自己非常希望能为奥运服务 我今天肯定开心 因为这个08年奥运会 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我这个就是太开心了 但是那个有用吗 没有 什么 没有 没有 有